大家好,我是Jay,欢迎来到金波档案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美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头号悬案 这就是肯尼迪遇刺案 2017年10月26日,肯尼迪遇刺案档案的25年保密期限已经到了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下令公开与刺杀案有关的全部文件 下午2点14分,就在全美国人都在期待这一世纪悬案彻底揭晓的最后时刻 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紧急提议 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要求川普撤销其中2800多份文件的借金 并且在延长20年的保密期 这不禁让人们更加怀疑,肯尼迪遇之死究竟有了什么不可告人的惊天阴谋 今天故事的主角,约翰·菲杰拉德·肯尼迪 是美国颇具影响力的肯尼迪政治家族成员 被视为美国自由派的代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美国海军服役 在南太平洋作战中,英勇救助了洛水海军船员 并且获得了紫星勋章的荣誉 1946年,在家族的支持下,他以众议员的身份参政 1960年,他凭借帅气的外表和林立的口才 在电视辩论中击败了对手尼克松 以微弱的优势当选美国第35任总统 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 他所处的年代正是美苏冷战逐步升温的时期 在古巴危机期间,他沉着应对 坚决推动阿波罗登月计划 肯尼迪总统总统出色的表现 使得他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极高 一直被大多数美国人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然而这一切荣耀都只不予1963年11月22日的一声枪响 1963年11月,肯尼迪即将结束第一任总统任期 未来谋求年任 他来到了位于德克萨斯的达拉斯市 进行大选募捐活动 在上次的竞选中 肯尼迪以微弱的优势赢下了德州 但是他输掉了达拉斯市的选票 所以这一战的造势活动对他来说十分重要 1963年11月22日中午11点37分 在经历了一场小雨以后 达拉斯的天宫刚刚放晴 美国空军一号总统专机降落在达拉斯西北 11公里处的拉菲尔德机场 按照计划 总统在康纳利州长等人的陪同下 乘车前往达拉斯中心街区 接受50万达拉斯市民的欢迎 然后呢前往达拉斯贸易灾难的现场 发表一篇演说 当时肯尼迪乘坐的是1961年代的 林肯大陆豪华敞篷车 本来呢这辆轿车是安装有防弹罩的 但是为了让达拉斯市民一睹第一夫人 劫机肯尼迪的芳容 同时呢也为了表示总统对达拉斯市民的信任 肯尼迪做出了有史以来最不明智的决定 他没有让特工人员安装防弹罩 中午12点整 车队以20公里的时速开到了达拉斯市内 所到之处拥挤着欢迎的人群 同时呢在欢迎的人群中 也有团体和个人高举着各类抗议肯尼迪的标语 随行的特工呢不得不打起12分的注意力 中午12点10分 当车队行驶在梅英大街上时 一名头目不轨的男子冲到了主路中心 企图阻拦车队前进 但是这名男子立刻就被警察 和秘密特工给制服了 中午12点30分 缓慢行驶的车队由休斯顿大街 转向围观市民较少的爱尔姆大街 这里呢是一个急转弯 车队的时速已经从约20公里每小时 减慢至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正当肯尼迪总统向人群挥手微笑的时候 灾难突然降临 司机威廉·科瑞尔听到枪声后随即提高了车速 想使总统尽快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杰基呢从后排座位爬上了汽车的后备箱 此时呢联邦特工希尔也正试图跳上后备箱 就在车速变快的瞬间 希尔在劫机的帮助下成功地跳上了车 枪击发生后 总统坐车飞速实力敌立广场 沿着斯黛蒙斯高速公路赶往6.4公里以外的帕克兰纪念医院 整个路途呢只经过了6分钟就赶到了 然而由于命中的子弹致命而有精准 伊审依然没有能够挽回总统的生命 下午1点 帕克兰医院出具了肯尼迪的死亡证明 结论是总统因头部和颈部受到多处枪伤而死亡 1963年11月22日 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 然而接下来的剧情发展 堪比电影 仅仅在枪击发生80分钟以后 也就是13点50分 警方就声称刺客已经被捕 刺客的名字呢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一名美籍古巴人 海军陆战队退役士兵 同时呢他还是一名神枪手 事发时他刚刚来到教科书大楼六楼的仓库工作 同时呢警察在他工作的地方 也就是埃尔姆大街与休斯顿大街急着弯处的教科书大楼 六楼的仓库窗口发现了一支配备有瞄准镜的步枪 型号为卡尔卡诺M9138手动步枪 凶器与凶手似乎都到齐了就等着上庭审判 然而就在两天后在警方重重保护之下悲剧还是再次上演 正当警方压着奥斯瓦尔德准备登上警车的时候 围观的记者中突然窜出一人 达拉斯当地的夜总会老板杰克卢比 他偷出手枪朝奥斯瓦尔德年开竖枪 奥斯瓦尔德当场被击毙 从此呢这场总统刺杀案变成了一场死无对证的悬案 犯罪先人奥斯瓦尔德被人枪杀后不久 宁登约翰逊总统立刻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 负责彻底调查这一桩谋杀案 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因此该委员会也被称为沃能委员会 沃能委员会调查进程十分漫长 需要数月的时间 我们先看看大名鼎鼎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福怎么说 在1963年12月9日 刺杀案过去17天的时候 联邦调查局公布了报告 FBI认为凶手从位于教科书大楼遛的窗口 发射了三颗子弹 第一枚射中了肯尼迪总统的脖子 第二枚射中了康拉利助长 第三枚射中了肯尼迪的头部 并且致死 据联邦调查局陈述道 这三发子弹全部由奥斯瓦尔德射出 然而这一决论有一个致命的疑点 经过录像对比 肯尼迪两次中枪的间隔为5.6秒 然而经过吉姆·加里森检察官的测试 卡尔卡诺M9138手动步枪 连续三次激发的极限为7秒 针对这样的质疑 十个月以后 也就是1964年9月27日 沃能委员会汇总出了上百万字的材料 近20万字的报告 最后得出结论 奥斯瓦尔德刺杀总统 纯属个人行为 没有幕后知识 他共向肯尼迪的车座 发射了三发子弹 第一发射片 跳弹碎变命中了围观群众 詹姆斯·塔格 第二发命中了总统和州长 第三发杀死了总统 也就是5.6秒内 连续激发两次命中总统 然而这样的结论 似乎解决了射速问题 但是也有一个巨大的疑点 也就是第二发子弹 CE399号 一颗长3厘米 直径6.5毫米的步枪子弹 这枚子弹被称为魔法子弹 沃能报告中 这发子弹击中了肯尼迪与康纳利州长 造成了7处伤口 在肯尼迪的脊柱 右方2英寸处进入 损伤了肯尼迪的第一节胸肌 并从喉结下方穿出 随即进入了康纳利州长的右翼窝后方 以10度的向下角度运动 并奔掉了康纳利127毫米的第五条右肋 并在右胸穿出 子弹随后又穿透康纳利右腕 康纳利的手链被震掉 随后子弹以每秒122米的速度 进入了左大腿的前端 留下了一条将近10毫米的外伤 并最终留在了州长康纳利 左腿的肌肉里 在后来送医的时候掉了出来 落在了担架之上 这样的运动轨迹之离奇 匪夷所思 然而沃伦委员会进一步给出了 C1399号子弹 在科学分析中的路径 他们认为只要总统和州长的位置 稍微挪开一些 就可以得到这一结果 这一结论看似合理 然而半个世纪以来 犯罪学家们无数次的通过犯罪现场重建 邀请顶尖射手参与 并且借助先进的计算机三维图像技术 试图还原出华伦报告中 对事发时的描述 然而他们均失败了 也许除了嫌疑犯自己 没人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 然而历史根本没有给奥斯瓦尔德 供述真相的过程的机会 在被捕之后不久 他便惨遭灭口 或许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线上存在第二名 或者是更多的刺客 从不同的角度涉及 或许杀死阿斯瓦尔德的杰克卢比 也是这个刺杀组织中的一员 然而在1967年1月3日 在狱中关押4年后 原本身体健康的杰克卢比 却因肺癌丧命 天底下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 杰克卢比死前就给亲属的遗言里说到 他是被人下毒了 更为诡异的是 杰克卢比被关押的这四年中 有很多记者去采访他 希望能够找到肯尼迪遇刺案的蛛丝马迹 但最终无一例外 这些采访过杰克卢比的记者 最终都神秘死亡 而且肯尼迪遇刺案的18个关键证人 在三年内接年丧命 从1963年到1993年 30年里 与肯尼迪遇刺案相关的115名证人 记者 以及想要查清真相的人 无一例外 最终全部死于非命 然而总有不信邪的人 前任阿尔良地区检察官 吉姆·加里森 就是这样的人 他认为 肯尼迪遇刺案 是一场美国诸多利益集团 合谋发动的阴谋 如果加里森是对的 那么肯尼迪为什么而死呢 事情要从1959年说起 也就是被很多历史答案 刻意掠过的主观事件 1959年1月 卡斯特罗领导推翻了 古巴的巴蒂斯塔政府 建立了新的政权 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担心 距离美国海岸线 只有100多公里的古巴 将成为苏联人 威胁美国的摊头堡 于是从1960年起 美国中央情报局 开始代号为 十字军行动的计划 在美国纠集古巴流浪者 随时准备登陆古巴 推翻卡斯特罗 此时肯尼迪刚刚上任三个月 就面临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但是他认为 古巴的革命是正常的政权轮替 美国不应该干手 然而此时流亡美国的 1500名古巴人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 五角大楼支持下重新武装 在珠湾登陆 建立摊头阵地 1961年4月20日 登陆三日以后 这支部队被全数歼灭 这次失败的结果 直接导致一年后 差点毁灭全人类的古巴导弹 危机全面爆发 指挥珠湾行动的负责人 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查尔斯·凯贝亚 和中央情报局 以及五角大楼的有关人物 多次向肯尼迪要求 派遣美国海空军支援 这支1500人的部队 但遭到了总统的拒绝 这无疑使这些人气急败坏 查尔斯·凯贝尔就称 公开谩骂总统是叛徒 同时呢 肯尼迪总统还坚持 越南战争不扩大化 被右翼认为 在面对苏联的扩张时 采取绥靖主义 严重损坏了军火商的利益 我想这一切 也许才是肯尼迪真正的死因吧 吉姆·加里森在后来的法庭辩论时 当庭指控包括特勤局 中勤局 联邦调查局 国防部 以及时任副总统的 林登·约翰逊 指控他们都是这场阴谋的参与者 因为杀死肯尼迪 是实现他们目的 最为快捷而有效的方法 因为他们都是等不了 肯尼迪再当四年总统 吉姆·加里森深入调查 揭露了很多被沃能委员会忽视的证据 让我们重新回到1963年11月的达拉斯 11月16日 肯尼迪遇刺前六天 美籍古巴人奥斯瓦尔德 获得了在教科书大楼仓库的工作机会 于是在恰当的地点 恰当的时候 一名神枪手出现在事业良好的射击位置 1963年11月22日中午 肯尼迪的车队按预定路线 通过达拉斯中央大道后 本应沿着迪利广场前进 这两条路线远离射出子弹的 两栋高楼和铁路路基 能最大限度的保障安全 但车队临时接到了达拉斯市长 鄂尔·凯贝尔的指示 临时改变了行车路线 从中央大道向右转到了休斯顿大街 再向左转到了埃尔姆大街 这正好使总统的车队 从两栋高楼的窗户下驶过 凑巧的是 这个凯贝尔市长 正是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凯贝尔的 孪生兄弟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仅是猜测 很多历史学者认为 如果肯尼迪没有遇刺 他有很大几率赢得 接下来1964年美国大选 进而在接下来的越南战争 民权运动和经济改革中 会有不一样的作为 然而这一切都止步于 1963年11月22日 1969年11月23日 覆盖着一面美国国企的 肯尼迪宁鸠运进了白宫 停放在冬天的宁鸠架上 肯尼迪的宁鸠由四匹马拉运 其中黑色马的马灯上的靴子 向下倒置 以代表着总统的陨落 肯尼迪出兵的当天 沿途挤满了悲伤的人群 他唯一的儿子 当时刚过完三岁的生日 在懵懵懂懂之中 看着自己父亲的棺木 在眼前缓缓试过 他向自己的父亲 致最后的敬礼 无数的人通过电视 看见这令人心碎的一幕 这也激励了无数人去寻求真相 1992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 肯尼迪遇刺案文献解密法案 规定美国政府 必须在2017年10月27日前 公开全部涉案资料 然而目前关于肯尼迪遇刺案 还有2891份机密档案 没有解密 解密期限也被延长至了2038年 恐怕也只有这些资料 全部解禁时 我们才能知道 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的 真正变貌 好